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今天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焦虑落后吗?挥别比较心,四个转念心态,找到向前的动力 延续昨天那一集在讲焦虑,那焦虑,我说是被提醒而来的,当有人跟你说,现在是不是该结婚呢?现在是不是该有小孩子? 你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当小主管呢?你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你的薪资要到某个水平了? 这个时候你本来没有去思考过这件事情,你也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在意,好担心的 但是当一旦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多人去做这件事情,不要结婚去了,买房买车了,甚至开始买些什么股票啊,ETF啊,基金啊等 你就会开始觉得说,我是不是也要开始研究一下,我是不是也要跟上脚步,不能够落后 也是因为这个落后,这个比较心,让你就会开始焦虑自己说,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我是不是哪边就是有问题 所以人家都结婚,我到现在还是顾家寡人一个,我还是所谓的,所谓的圣男或圣女 那这个心态呢,其实没有必要,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你如何转化他 让他不至于影响你的生活,然后影响你的情绪,让你深陷在那个负面的泥脑里面 而是反而他可以变成这种动力,第一点就是呢 你能够大胆的试错,不用担心失败 其实你现在就是没什么好怕,没什么好担心的 所以你就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你到底要什么 不要去想着说,别人告诉你说你现在就是该结婚,你该生小孩 你现在该做什么事情,是别人告诉你 但同时你应该去自我探讨,自我探索一下说 我到底身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要什么东西 我值得重视什么东西,我现阶段到底有什么是 我想要追求的目标也好,或是我真的有需要结婚吗 我真的有需要生小孩吗,我真的有需要买房或买车吗 去做一些深度的研究,还有自我的认识 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你为什么要在意这件事情 如果你的这个在意是对你未来是有帮助的 比方说你觉得说,其实买房也是一种投资 你不要把它单纯想着说,就是有土私有财,这种很古老的说法 而是你把它当成是一种投资的项目 那这样你可能就觉得说,对啊,那我就把它当投资 我只是为了可以养老,可以退休 那可能就可以值得,而不是单纯看到别人买了 你就觉得我很想要拥有 看到别人有车了,我很想要拥有 看到别人买很多的精品或出国旅游 你也会很羡慕,但羡慕之余 你要去认真的思索一下 它到底有没有必要跟有没有需要 对你来说,到底拥有这个东西 它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那个意义是应该先找出来 再去追寻,再去拥有 而不是反过来先拥有了 再来想说,我当初为什么要追寻这个很空虚 很虚无的目标 但其实我真的有了之后,我反而觉得有点浪费钱 甚至有点觉得,我何必要拥有呢 而因为你现在还在第一个阶段 你还没有消除这个焦虑 所谓的没有消除这个焦虑,就是你还没有结婚生子 你还没有买房买车 但因为你还没有消除这个焦虑之前 你可以大胆的去试错 比方说你想要买房买车 那你去换算一下你那个房贷 那你就尝试一下 好,我就还没买,对不对 好,那我假装我现在买这个房子 我每个月要付多少的房贷 那我就先来过三个月半年这样的生活 就是我要存到这个房贷 试试看这样的生活是否可以值得我为了这个目标而打拼 或是你想要结婚生子 那至少可以先学了同居 先去试试看说,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我要的 这样的关系是不是我长远追寻的 那至少你这个试错的过程之中 过程你可能真的去执行了 你发现说,诶,这真的是我想要的 那很好,那就努力地去执行 但过程之中也有可能出现说 诶,怎么跟我想象中的落差蛮大的 那其实就可以选择 不要继续地去追逐这个虚无的目标 再举一个相对好理解的例子 你可能看到身旁的朋友很多人创业 你也觉得说,诶,我很想要创业 那你如果真的就是一开始就投入一笔 很不小的资金,就进去就开了店 然后就创业了 你有可能最后学本无归 但是所谓的试错是 你可以先从打工 或是先从兼职做起 去认识一下说,诶,这个行业 诶,我如果想象我现在是店员 但如果今天是老板思维的话 我是有办法承接这样子 每天都被狂在店里啊 或者是,诶,你要去算这个什么 随电瓦斯,电租,还有人事成本 这样的东西你是否是喜欢的 这个是你可以承受的压力吗 那中间这个所谓的试错 你的成本就会比较低 不会说你真的拿一笔钱 你已经开了店,你再后悔 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诶,你学习到那个类似 开店之后的生活的场景 跟模样 你发现说适不适合你 那你也不用担心失败 因为反正你试错了 你就觉得好,没关系 那这就不是我要的 那我就追逐下一个目标 所以只有第一点 能够大胆的试错 不用担心失败 因为你一开始 你这个焦虑 如果你直接去执行了这个焦虑 你一开始想要减肥 你就只一次买个 两三年的那个健身房的会费 但你可能去个几次 你就不去了 那也就是浪费钱 但所有的大胆试错 就是不用担心失败 你可以先给几次买个几堂课 先上上砍 那如果真的要再继续许 那不要的话 你就至少不会损失惨重 现在第二点关于说 焦虑落后 就是恶 化恐惧为改变的动力 这一点其实 大家都已经讲到烂了 如果你今天焦虑一件事情 你预期就是只停留在焦虑的阶段 比方说你每天想要 诶 教另一半 你想要去创业好了 但你永远只停留在说 我好想要有另一半 每天坐在家里面 想这件事情 你连打开手机 下载 交流软体都不想下载 你连去打工 兼个职 去学一些基本的咖啡 怎么拉花 怎么样 闯泡咖啡 你都不想去学 你只是流于空想 那这样永远不会改变 但是如果这个恐惧 它能够提供给你是个动力 让你有机会去 我是否要做出一点作为 那个作为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我去找个工读 找个兼职 或是我今天想要找另一半 那我今天就至少 就跟朋友的饭去多参加 那交软体 就多划 多认识 多聊天 才有机会靠近你的那个梦想 你才有机会把这个恐惧 跟这个焦虑给消除掉 接下来第三点 关于说 焦虑落后 就是三 先去理解你到底要什么 它比落后更重要 因为有时候 你就是盲目的看到别人有什么 你会焦虑说 我自己是不是落后 我是不是也要跟他一样 跟上脚步 赶上别人 但其实你那个赶上 你这个焦虑 到底值不值得焦虑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你要去去厘清说 我现在担心了这件事情 到底值不值得我担心 你现在看到别人结婚生小孩 你看到别人生迁 或者看到别人拥有很多房产地产 或是投资股票 那你要反问说 我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 别人需要 但不一定我需要 别人可能需要有小孩 但是我到底喜不喜欢小孩 我到底人生的规划之中 到底小孩对我来说 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那其实你可能问完之后 你发现说 的确我也想要 你可能想要有房子 你可能想要有小孩 你可能也想要开点创业 那很好 那你就去执行 但前提是 当你看到那个落后的 这个词出现 跟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 你得先去理清一下 这个落后到底对你来说 需不需要去在意 这才是更关键性的问题 加第四点关于说 焦虑落后嘛 就是 别羡慕别人花旗开得早 你要在意是自己的花 要开得好 开出你要的结果 才是关键 如果你要羡慕别人 永远是羡慕不完的 你打开IG 开启各个社群平台 你就看到别人都在出国 别人拍出来的照片 总是光鲜亮丽 总是感觉 哇 生活过得多彩多姿 但是你却觉得说 相比之下 我每天都是窝在家里面 我每天过的日子 就是不断的重复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没什么长进 我的今天 跟五年前的我 十年前的我 很像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昨天没有变化 不是说外貌上 而是说心态上面 跟自己的 很像公司抬头 很像薪资 也没什么丈夫 那这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羡慕别人 你看他们都已经 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或是人家都已经 在做什么事情 但我现在怎么 还在停留在原地踏步 而这种焦虑 也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你要去看的是 你在意的事情 你是否去打标 说不定你可能觉得说 别人结婚生子去了 但你很焦虑这件事情 但其实你自己知道说 你在公司 获得巨大的成功 你可能有生前 你在工作上面的表现 是很好的 但这才是你追求的东西 你一直在意的东西 就是这件事情 那你也表现得很好 你也做得很棒 那其实那你为什么 去用自己的弱像 去跟别人做比较 而且那个弱像 还是你根本就是 没有放中心在上面的 你一直在 可能就是不在意 另一半 你可能一直以来 就不觉得 我需要去谈恋爱 所以你才不重视 你也不在意 那当然你就是会落后 那有什么好在意 这个落后的呢 所以最后第四点 你要在意的是 你要花开得好 而不用去羡慕别人 花开得早 最后面呢 我要介绍一间 位于士林夜市的 算是小摊贩 叫做大拇指一口尖 它地点是位于士林夜市 阳明西院旁 那这个一口尖呢 它已经在地经营 超过十年 独特的一口大小的煎饺呢 它很方便 你就可以边走边吃 那它的皮蛮薄的 料还蛮扎实的 底部是煎得很酥脆 所以口感很特别 就很有层次 小份的八颗 就是五十块 大份的是十七颗 一百块 在此推荐给你做参考 我个人觉得 就是一个 你经过突然想要吃煎饺 但呢 你会想要边走边吃 它就是一个很棒的存在 在此提供给你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我放到IG 其实您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您应该 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心中都发很多 有趣的即时新闻 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 才看得到 好啦 那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次见哦